1.麦迪35秒13分狙杀马刺 这可能是球迷们最近进了到了的一个绝杀吧 同时麦迪的35秒13分不仅将他的天赋进行无疑 更在国内甚至全世界收获大片的球迷 将时光回到2004年12月10日的休斯顿丰田中心球馆 比试比赛还剩下35秒 火箭队1618比76落后于马刺队8分 球馆那道部分的观众都走了 因为没人相信火箭能反败为胜 麦迪首先在湖顶命中一记3分 71比76还差5分 火箭队采取范围战术 无奈对方罚球太稳健两把权重 71 78 麦迪后场运球过半场 和姚明打打拆 换防过来的是史上最伟大大前锋之一的蒂姆邓坎 麦迪假动作投篮忘记邓坎 三分线外道半规 同时将球投了出去 Bingo 3加1 麦迪稳稳把球命中 75比78 火箭队采取全场紧逼防守 无奈对方始终不掉球 被迫右太右发挥战术 此时时间只剩下11秒 戴登肯文文两把命中后 75比80 火箭队依然落后5分 这一切看起来注定已成定局 火箭队暂停后 半场发球 对方暴吻死贴麦迪 麦迪身高地长 高高越骑将球接住 麦迪不止 往右突破 突然汉地拔冲 在三分线外将球投出 Bingo 又进了 78 80 火箭队主场的球迷被疼了 马刺队主教练波波维奇 被迫喊了暂停 暂停结束后 邓肯将球发出 德文 布朗将球接住 火箭队没有立刻采取犯规战术 德文布朗转身运球往里杀 突然脚下一滑 摔倒载道 麦迪激紧的将球拿住 快速运球顾半场 6 5 4 3 2 在三分线外迎着对手干拔跳投 冰箭皮球空间入网 81 80 马刺队没有暂停了 还剩一点几秒 帕克街球过半场 抛头 不进 麦迪狠狠地挥舞着拳头 长下怒吼 火箭队全体球员将麦迪扑倒载道 从此一架风神 2 军子剑雷阿伦关键三分拯救热火2012年 雷阿伦从凯尔特人出走麦阿密热火 军子剑的冷血在以往的比赛中是出了名的 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 急于你最痛的一击 但军子剑出烧的时候 对手总是会胆战心惊 当时是2013NBA总决赛第六场 马刺到比分3比2领先热火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20秒 马刺队领先3分 看上去马刺的冠军已经尽在咫尺 马刺波波为奇将奔坎换下 以五小阵容来应对对方的3分球 这样的安排完全合理 詹姆斯借波时倒差 3分不中 似乎马刺赢球已成定制 波时猛的杀出 拼下篮板 看了看就传 给了埋伏底脚的雷阿伦 阿伦根本没有想过要传球 拔地而起 将球投出 这样的投篮在阿伦身上 已经上演了无数遍 手起刀落 空心命中 热火队将比分扳平 阿伦的这个历史级别的3分球 注定是马刺球迷心中永远的痛 3 乔丹晃到拉塞尔决杀尤卡爵士 1998年NBA总决赛第六场 芝加哥公牛队打第一分 3比2领先尤卡爵士队 比赛还剩下不到20秒 公牛队落后一分 乔丹抢断马龙之后 自己带球过了半场 在左侧湖顶和拉塞尔形成了一对一局面 乔丹低头带球加速从右边突破 随之将球拉回 猝不及防的拉塞尔猛然倒地 完成变相之后的乔丹并没有做过多调整 直接原地拔起 将皮球投出 带皮球在空中 划过一道彩虹浮现之后 稳稳爬入网窝 时间已经差不多没了 芝加哥公牛87比86反超一分 最后5.2秒 斯托克段绝望三分不进 乔丹拿下生涯第六个总冠军 达成功牛王朝 4.5克比3分球绝杀热火比赛 还有9.3秒时 为了两把群众 麦埃尼热火106比102领先洛杉矶虎人 这一场比赛看似热火队已经胜劝在我 岛于为圣尔借加索二掩护 命中3分 105比106 将分差缩小至1分 此时比赛还剩下4.3秒 湖人队立刻采取发挥战术 闪电霞为的执行罚球 两把一中 105比107 此时胡人队的机会来了 产师菲尔杰克逊请求暂停 毫无疑问 胡人队的最后一球 避给科比 科比接球之后 遭到两人堵截 此时时间以所剩无几 又根本无法突破进去 时间将至 科比被两人逼这里三分线 还有一米的地包 科比只能选择出手 围得高高 跃起 但还是没有碰到皮球 拉球飞出后打到篮板 打板逆重 108比107 胡人队险过关 拿下一场胜利 5 利拉的季后赛 0.9秒 冷却三分送野火箭 201月4名 NBA西部季后赛 首轮 开拓着 以大比分3比2领先火箭 只要再拿下这一场比赛 就将闯入西部半决赛 第四节比赛还剩下40秒的时候 巴图木中投民众 将立分搬为96平 但此后哈登出手不忠 或华德布兰为火 利拉的持球时被判定为采线 火箭队继续进攻 哈登继续不进 帕森斯猛然杀出江秋不进 98比96 比赛还剩下0.9秒 这场比赛如果拿下 火箭将回到主场与开拓者队争夺抢期 开拓者队执行最后一攻 利拉的接球之后三分线外迅速出手 压上射击三分球 Bingo 99比98 利拉的绝杀火箭 开拓者4比2战上火箭闯入西部半决赛 6 大将军阿里纳斯嚣张三分绝杀 绝世代将军阿里纳斯 的这个绝杀球无疑是NBA历史上最嚣张的绝杀之一 比赛还有5.6秒 七彩111B111与绝世队打平 阿里纳斯运球之后在德龙面前起跳投篮 皮球飞出之后 看都没看栏框 直接转身 张开双手庆祝 皮球乖乖爬进了网窝 阿里纳斯完成绝杀